这是一个宝贝给我的留言 问我为什么要丁克 选择丁克这期间有没有什么阻力 甚至连标题都给我起好了 那么今天我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早上好呀 我是美食阿姨 今天早上咱们吃碱水面包 这个是昨天下午做的 黑芝麻碱水 这个是我上周做的 这个是紫熟奶酪盐水 其实不要孩子这个想法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 在我参加工作几年之后 才有的这个想法 当时有两个走得比较近的同事和朋友 年龄都和我相仿 他们结婚都比我早 而且非常幸福 他们两个人都不要孩子 这也算是我最初不要孩子的 一个心理萌芽吧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颗萌芽它越长越茁壮 甚至长成了参天大树 我觉得它能长成参天大树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 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 才能让我一直坚定地走到今天 那么说到阻力的话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大连 这算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所以认识的人不多 同事之间也不会刻意地去探讨这些事情 那么因为离父母也远 所以来自父母的阻力 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我大姐 她比较喜欢管我的生活 就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呀 或者我回老家的时候 她都会跟我磨叽这件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还会狡辩几句 但是到后来 我索性就默默地听着 然后答应着 但是做不做是我的事情 其实我非常理解 我大姐对我的这种关心 她真的是为我好 我也非常感谢她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她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我因为不要孩子 失掉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给大姐哭诉的时候 大姐终于发泄出来了 她说我让你不要孩子 当初你为什么不要孩子 所以我想说 如果你现在也选择不要孩子 你考虑的更多的应该是 你会失去什么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 所以当有宝贝问我 将来有一天因为不要孩子 男方要离婚 该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呀 如果生能够挽留婚姻 那你就生 否则就开启自己的新生活呗 所以想要选择 不生孩子 这种生活方式的宝贝 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建设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感谢你们的倾听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评论点赞 关注我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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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